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欢迎来到韩版天狼M1月第一周的更新内容 本周的更新主要是针对新的魔法娃娃蓝龙做了更动 那我们来看一下内容吧 首先第一个活动就是蓝龙雕像 在1月3号到1月10号为期一周期间 在各大村庄里面会出现蓝龙的雕像 你只要摸到它会躲到这个buff3小时 能力是HP加200PVE减伤加1还有经验值加3% 然后第二个活动就是世界boss挑战新增了蓝龙的突袭 它就是跟之前那个圣诞蛋糕一样 它会在boss突袭出现前的30秒钟出现这只蓝色飞龙 那这蓝色飞龙打死之后呢 会获得这些奖励随机的 那里面最大奖就是直接喷它的新娃娃卡红娃卡蓝龙 其他的奖励大家请参阅啦 那这个活动内容还会得到这个每日的任务奖励 就是一个蓝龙的蓝色飞龙的袋子 那这个袋子里面可以开出来一罐龙之胜水跟2024个英凯撒的叶子 跟这几下这是2024个魔法娃娃硬币啊 不是叶子是硬币 好我们再看下个新的 猴娃卡蓝龙 这算是一张蛮特别的红娃卡 因为它加的是远爆 远爆的属性其实加蛮少的 然后它的卡池不错哦 卡池的话有第一个是无视伤害减免加1 第二个是攻擊速度加2% 第三个是pvp伤害减免加1 第四个是hp加50 好我们再往下看 韩版这周是圣物TJ 好移民正常开放 好本周的周末制作韩版开放的是 变身卡钢铁阿盾娃娃卡巴兰卡 然后综合的红色圣物红色卡片选择箱 然后本周的那个几率制作的红卡是 70万硬币的天上骑士 还有独眼巨人跟那个断头一颗飞头 好再往下看 好个人制作部分的话 这周一定要有开放这个告别2024 他应该叫做迎接2024年的礼包 那这个礼包内容就是改变内容变蓝龙卡 那个蓝龙凭证 好这边还有这个加7神武官装备 选择箱 那这次这个迎接2024年的卡包啊 内容有哪些呢 他基本上里面就是给你一个蓝龙的兑换 兑换凭评 然后还有一个 那个蓝龙的硬币凭证 那这个兑换卷的凭证 他用一个可以换着一个最高级的卡包 那如果你是用12张 他一样可以做12包 你用12张的话可以去拼 成功的话会给你一张新的娃娃卡蓝龙 失败的话会给你一个 英雄的圣物选择箱 然后是合成的英雄圣物 硬币的部分呢 他可以制作的就是一个可以兑换 三个综合硬币选择箱 或者使用一个硬币可以兑换 一个加4的徽章选择箱 或者是用一个兑换加4的水晶选择箱 或者你用6个去制作一个红色的高级符 高级符石变换石 好这边你们参考一下 好再来看本周的商城制作开放的是 信念之塔三楼的伊莎贝尔饰品 好这是他们这次的小礼包 算小礼包叫酷竭的圣物补给箱 里面会给你10包 那个圣物高级圣物卡包 以及一个酷竭的凭证 那这个酷竭的凭证它 用一个可以兑换三个高级的 高级圣物抽卡包 然后你用两个可以兑换10万的圣物币 你用4个可以兑换一个特殊的圣物抽卡券酷竭 好剩下就是本周例行的台币包跟蓝鑽包 那这次蓝鑽方开放的一样是蓝龙啊 龙的图案看嘛 龙的图案蓝龙的那个 蓝龙的综合硬币箱 然后这个箱子里面会给你一个 正常的例行的那个 抽卡券以及综合硬币 再来这蓝龙凭证可以做什么呢 这个蓝龙凭证本周开放的是8个可以做 10张祝福的金弓强卷 金弓卷轴 一个可以兑换一个金弓强卷 然后再来 用两个可以兑换综合 卡牌点数然后 蓝道红 保底红的卡 然后再来用两个可以兑换一个高级粉末箱三合 用两个可以兑换综合硬币箱 更正一般的硬币箱 选择箱两个 那16个 凭证可以兑换三个神秘的英雄卡片选择箱 8个的话可以兑换一个 那剩下就是 跟过去一样的一个 两个就是凭机率制作啦 以上就是本周的更新内容 没有什么太大重点 主要的内容就是在于 出了一张新的红娃卡 这算是蛮特别的 针对飞龙这个 龙年出了一个飞龙卡 好感谢你们收看 我们下支影片再会啰 大家拜拜 by bwd6 我们下支影片再会啰